为自己加薪不是句口号 上班族与其被动盼望年终奖金 不如自己开拓财富累积的机会 改变永远不嫌晚安 要投资也要会投资 看懂资金逻辑就是看见财富 欢迎收听真投资 摩尔投顾11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4号 欢迎收听真投资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产业专家 摩尔投顾的钟昆真分析师 昆真老师好 德鱼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 会不会太神了一点啊 你昨天在节目当中公开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网通的部分获利了结 但是转到了这个低轨卫星的部分 结果今天盘面上头 台北股市是大涨的哦 但是呢 网通族群普遍的拉回 绿油油的低轨卫星却是红通通的 你怎么能够这么了解 这些产业的轮流跟卖动呢 老师 其实就是说 因为今天大家也可以很明显发现到 今天致意还跌停 对 致意它是一档很标准的大型机油股 而且它是网通的代表啊 对 龙头还能够跌停 这不简单 而且它今天是早早跌停 然后锁很紧哦 对 那其实就是说 今天指数大涨了将近300点 网通族群普遍拉回 对 那反而转强的是低轨卫星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期 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 真正好操作好转的行情 是要盘面有逻辑 这不就是一个逻辑 比如说网通下游 网通下游它有分别是数据机 就是说比较硬体的设备 比较硬体的设备就是 智邦智翼中的这些 还有说再更下游一点的卫星设备 就是森达科 万泰科 台阳这些 对 那这就是一个轮动关系 网通上游的硬体设备 好 涨多了开始出现一些卖压 至今自然会转移到卫星设备 那我们就顺着这样子的产业卖动 获利出厂硬体设备 中壘 宇治 这些 把它获利出厂之后 那就转到低轨卫星 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 昨天买进的低轨卫星黑马股 三叉叉叉 今天也是大涨了半根涨体 可是老师 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你这样这么了解产业 这么能够抓得住资金 那当然不用紧张 因为说我们在免费的Light 跟我们的Telegram 其实我都会告诉大家说 资金流向它是怎么流 你有读心术 你居然知道我下一个要问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 想要问什么要问 我又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产业卖动 对 不用紧张 那我们有放在我们的Light 跟Telegram 两个平台都是完全免费 你只要加入 其实都可以看到很多老师的见解 跟观点还有分析 那毕竟说个股的进出厂 这是我们家族会员的权益 但是你加入至少 你会有一个超出的大方向 你在昨天你会懂得 把网通获利出厂 就算昨天没有卖 今天早盘也是该先卖一趟 今天早盘卖的话还好喔 对 好那除了说个股的部分 包含像是整个台股 其实也算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就是说你去看 今天指数大涨了300点 那当然说市场会把它解读成 因为昨天美国公布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只有8.5喔 对下降了 所以通膨温和的再降温 所以今天台股大涨 但是你仔细去看 原本市场是预期8.7 那开出来是8.5 其实它不过就是比市场预期 低了0.2% 其实还在那个误差范围内 对其实是还在误差范围内 就是说 你要说美国最新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它是什么今天动地的利多 足以让台股大涨300点 说真的这是有一点牵强啦 就是说它就只是比预期 低了0.2%而已 对这算是一项正面的消息 但是不算是超级大利多 可是我想到了 老师你这一个礼拜 一直跟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台股已经进入了 所谓的利空顿化期 所以一咪咪一丝丝的利多 都会被无限放大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这样吗 对就是说今天台北股市 完全可以验证 我们这样子的逻辑跟论点 就是说台股进入了利空的顿化期 而且它是极大化的顿化期 那所以稍微有一点点 你就算你认为它不是利多消息 只需要有一点点的正面消息 台股就会大涨 就像今天 对个股也会大涨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这样子的行情 它是实战上真正最好赚的行情 遍地是钻石 真的是遍地是钻石 你去看哦 指数从7月21 进入了比较小区间的横盘整理 我们从药华药 大赚了122元 一直到广基大赚了10% 一直到振华店大赚了25% 那一直到本周 我们的安晴获利出厂 中壘获利出厂 宇治获利出厂 也都是大概有20左右 都是平均大约是20%的获利 那你去看这些这么好的标的 这么好的获利空间 全部都是建立在指数横盘整理期间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当指数市场资金 有了逻辑性 它就是真正最好赚的行情 而且老师你看 你最近应该是这两天才布局的 那个卫星黑马三叉叉叉 今天也涨了半根涨停 对所以其实 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 我总结一句啦 台股目前就是遍地是钻石 那只要它是好股票 是好的产业 它在下半年还没有涨到 它会一档一档轮掌 老师我又有问题了 鑽石 鑽石亮晶晶 但是只要是亮晶晶的都是鑽石吗 因为你看以前我不懂的时候 我看到一颗很大很大的鑽石 我就想说哇这个好贵喔 结果人家跟我讲说没有啦很便宜 因为它是苏联鑽 然后呢还有现在还有什么 人工合成的鑽石 然后还有什么鑽石 看起来也很像鑽石 但其实价格是天差地缘 甚至你放在地上的那个玻璃碎片 反光感觉起来 哎呦也好像鑽石 所以老师如果满地都是鑽石 我们要怎么样找出最值钱的那一颗 怎么样去发掘真正的宝贝呢 有时候会不小心捡到 假装是鑽石的石头 对啊 那就变成说风险会有点大 所以你就是先加入我们的 Light或Telegram 里面会告诉你说什么产业里面 才会真正有鑽石出现 对那或是说直接来电 可以 你要给我靠 就直接带你去捡鑽石 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本周一直在强调 目前的行情真的是很好赚 你如果看指数你会觉得 就在那 对就在那空间不大 但是你实际下去操作 实际去转一趟 你会发现怎么比上半 你还要来得更好转 老师你看哦 如果看今天的指数啊 其实我是不敢进场的耶 因为我很怕它就是昙花一现 今天涨了快300点 会不会明天 啪又给你掉下来 对大家会有这样的心态 那我觉得说指数你不用去太在意 你只需要知道一个大重点 台股进入了利空的顿化期 所以所有这边的消息 它都会被无限无限的放大 所以你看个股 对所以你就把握两个原则嘛 就是赚钱两步骤 买进强势族群里面的低基起股 第二步骤等赚钱 就是这么容易 包含像是我们今天这一档 卫星的黑马股 3XXX也是 像是低轨卫星昨天台阳起涨 前天前天台阳起涨 台阳起涨之后起机也算是相对强势 那我们就去买低轨卫星里面 位阶相对低的买完之后 今天是不是就等赚钱赚了5% 就是这么容易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那我觉得说大家是不需要想太多啦 你就像我们昨天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嘛 你去想哦 很多人会担心说 接下来CPI会不会怎么样 接下来升息会不会怎么样 但是一个很简单的观点 你认为对于台股来讲 地缘政治风险比较严重 还是CPI在创高比较严重 地缘政治风险比较直接的威胁到我们 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它是会直接威胁到你的性命 对啊 对这件事一定是比较严重 而且居然有飞弹从我头顶飞过 然后我还不知道 这件事情太可怕了 对这是蛮严重的 所以其实你光是这样比较你会知道 连地缘政治风险 都没办法对台股造成太大的伤害 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台股 是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啦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 我们的就是说 我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说 接下来是一个最好赚最好赚的行情 我们是在地缘政治风险发生的 这个时间点 那一个礼拜讲的啊 对这是一个转折点 对因为我认为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利空测试 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啦 就是说地缘政治风险出来之后 那如果台股没有太大的反应 那基本我可以确定 台股就是进入了利多顿化 利空顿化期 真的耶你看哦 这个从上个礼拜开始军演 一直到这个礼拜 其实台北股是并没有出现 什么样的这个重挫 或者是整个崩盘这样的一个局势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 其实我不是说所有的行情 我都跟你说这很好赚 可以大赚可以去大买 并不是这样 那做股票一定有它的节奏性 而且有凭有据 我们有事情来根据来断定 现在台北股市是进入利空顿化 而且老师讲了两个字 叫做极大利空顿化期 所以其实这就是说 我们是循序渐进 那地缘政治风险出来台股不动 基本可以确定 你可以放心放胆去大买大赚 对所以包含像是今天 除了我们的卫星黑马大涨的半根涨停 还有一档 包含像是再生金元的黑马股 这也是我们本周布局的 那今天也是大涨的半根涨停 也是非常强势 那包含我们今天早盘 也有带我们的成员进场去买进一档 那之前我有特别预告过 转强我会进场的672的宝瑞 是 对我们在7月21号 耀华要站上500元转强 我们进场去买进 一路拉到622元 价差高达122元 对 那当时我们有讲只要宝瑞 因为宝瑞他算是 也是算新药的龙头 对 宝瑞他转强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去切入 那宝瑞的转强点就在240元 所以今天一站上240元 我就第一时间下去做切入 那尾盘他最高来到了258.5元 差不多就一根涨停了耶 就将近一根涨停 5个小时 不到5个小时 转一根涨停板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真的就是遍地式钻石 操作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对那就是跟上这一次 遍地式钻石的行情 就赶快来跟我们去做联系 好 所以要把握这一次呢 遍地都是钻石的大行情 一定要跟紧我们的 钻石猎人 也是我们的钻石分析师 摩尔投顾的钟昆真老师 才能够找到真正的钻石 0800的电话赶快拨打起来 或者是加入昆真老师 两大免费平台 我们的Telegram频道 还有我们的Lite 8 务必跟上我们抢钻石的脚步 立即拨打我们的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摩尔证券投顾 钟昆真分析师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 薪资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锅软锡上游 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 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听有价 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台股的压力锅 已经打开 压抑太久的好股票 一档一档轮流喷 马上加入 昆真老师的LINE8 小老鼠WE-178 小老鼠WE-178 获播0800668085 昆真老师用心选 让你放心买 安心抱开心券 与至一周大战将近三成 要滑药不到两周 价差高达了122块 好朋友标股易得 好股难寻啊 下一档隐藏版的黑马股 速播0800668085 继续回到我们 真投资的节目现场 照理说呢 今天应该是很开心的一天 不过昆真老师 我新节目是很好的 为什么 因为啊你知道今天台币升值 对没错今天是终于升值 对终于升值 但是我的美金 换在30块的地方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共同店啦 然后另外 然后这个消息 已经让我的左心房中了一件 然后现在呢 又传出iPhone14要涨价 我的右心房又被插了一把刀 从天啦 对 iPhone14我准备要买了 但是听说iPhone14 这一次的Pro跟Pro Max呢 会涨价大概10%到15%左右啊 而且呢这个地表最强的分析师 郭先生他点名了 鸿海会是最大的赢者 而鸿海呢 在今天的股价也的确了来到了新高 好那么老师前几天才刚刚 点名过鸿海呢 对其实你可以看喔 我们在近一年的时间 我几乎不提鸿海 对 因为我认为他的转型的效益 还没有浮现 我认为他就是在转型期 那几乎可以称之为是 我们昨天算是在近一年 第一次讲鸿海 对一讲完 今天就马上涨上去 所以其实你说 iPhone14要涨价这是好事 我们可以利用iPhone14 就是涨价这项消息 去做相对应的受惠股 老师 我刚刚是左心房中一件 右心房中一刀 你现在讲说是好事 我的左心事又被开了一枪 我这样说好了 iPhone涨价顶多顶多 我给你涨个三四千块 三五千块嘛 买不起 但是我们去买相关的受惠股 我们一张一档 可以赚个三四万五六万 是不是 对喔 这个东西就补回来 就像好你说 我的心脏好了 就像大家讲的嘛 就是钱是万灵单 什么病都好了 对 那你去看像是宝瑞好了 宝瑞我们今天从早盘买进 尾盘获利出厂 获利出厂就直接赚了 大约是18元 将近20元的价差 2万元 天哪 就这样一天2万元 其实iPhone就算涨了1万2万 对你来讲也不会有影响 而且从此之后 我可以当一个很任性的人 因为有钱就是任性 对可以可以 可以当公主 可以当公主 好的 好那 就像药华耀也是 药华耀我们500元赚到622元 获利出厂 那122元的价差 你看可以买几支iPhone 三支四支 而且我还可以贴 那个什么保护膜 然后什么壳 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大容量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正面的消息啦 就是说以下半年来讲 很多的电子业 就开始慢慢的好转 好那我今天特别提到 除了说鸿海以外 还会有另外一档是受惠的股票 就是3406的玉金光 玉金光为什么 其实刚刚有提到 苹果地表最强的苹果分析师 对那我这边也稍微透露一下 其实我之前跟郭先生是同事 因为郭先生目前是在 中国大陆的证券商 对插封 但是他之前其实是在台湾 那怎么过去的详情 我就不说了 对只是说他之前是在 我们本土的券商 那当时我跟他是 坐隔壁位置而已 对我们都是研究员 对所以其实我很了解说 他接下来会出什么样的报告 对那如果说你想了解 为什么之前我跟郭先生 会是同事 你可以加入我的Lite 跟Telegram看 你一加入 其实第一段的文字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跟他会是同事 好酷哦 对好 那其实重点就是说 之前郭先生他很看衰玉金光 那这其实中间是有一点点 地缘政治的问题 对就政治是来比较重 就是说他为了要捧 他们家的顺玉光 对但是我必须说 3406玉金光 一定有他的投资价值存在 因为郁金光跟大力光 他主要都是做一些高阶的镜头 7P到8P左右 那7P到8P其实如果说 以上半年跟去年来讲需求不好 但是我认为说在下半年 iPhone14推出之后 对于整个高阶镜头厂 他的一些需求会慢慢开始往上提升 老师我记得大力光那时候 开发说会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曾经提到过说 他的客户其实在镜头方面的需求 会特别的提升会升级 对其实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镜头一定是越来越好 对不管你有没有需求 镜头他就是越来越好 对啊那大力光他是8P镜头 一定有他的优势存在 那目前我认为说位界比较低的 会是3406玉金光 对因为3406玉金光 今年大约是可以赚到20元左右 那在下半年订单又不错 那20元左右的获利 其实不到500元 坦白讲是非常的便宜 对这一档大家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总之我觉得说 这个时间点对于实战上面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送分题 是 对其实当地缘政治风险出来 那你发现台股没有什么太大的震荡 因为当时其实我记忆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其实我们是跟听众朋友说 这件地缘政治风险出来 请你把钱准备好越多越好 没错 对如果重挫 如果大跌 我们要开始来财富重分配了 老师你知道那个时候 大家其实非常的恐慌 我有一个那个蛮鱼养殖业的朋友 然后他跟我讲说 曾经有就是有一个客户 跟他订了一箱的那个蒲烧蛮 然后呢突然发一个简讯跟他说 请暂停出货 等到确定不开战我再买 不然我怕还没吃到就已经开战了 对然后结果我那个朋友就说 就算开战你也要吃饭啊 对很多人其实会有这样的心态 那时候很恐慌 当时对于说 我们先不论什么立场 我们就说以股市投资者的角度而言 当时应该是很兴奋 对因为说好如果说真的重挫 这真的是一个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那大家也可以发现 当天讲完之后 结果隔天再隔一天 台股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 对那这样的情况 基本就是可以确定 台股目前再大的利空 都很难去撼动台股 它的一个涨势 因为它已经进入动化期了 除非说发生一件 比地缘政治风险更严重的状况 和珍老师结婚了 这次真的是还蛮严重的 对这蛮严重的 好那其实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那我们就是积极下去做操作 那中小型股它一定会百花齐放 对错过了说药华药 我们大赚了122元 那一直到上周 广基啦镇华店获利出厂 一直到本周中壘宇治 还有今天的 对还有今天的保瑞 也是当日就大涨了一根涨停板 所以错过这些我们还有全新的黑马股 都是正在布局中 对包含像是我们的卫星黑马啦 再生晶圆黑马啦 网通隐藏版的黑马股 这些我们都是正在布局中 对所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真的是遍地式钻石的行情啦 就直接跟我们去做联络 好目前台北股市呢 真的遍地都是钻石 但是要看清楚 到底是钻石还是玻璃碎片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钻石的等级也有差别 到底是苏联赚呢 还是真正非常稀有的这个钻石 务必跟上我们钻石猎人 也就是摩尔投顾分析师 中坤真老师的脚步 下半年还没涨的好股票 一档接一档的轮流喷 包括了我们的 再生晶圆黑马股 卫星黑马股 还有我们的 隐藏版的网通黑马股 都在持续的布局当中 你千万不能错过也不能落高哦 因为这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候 赶快拨打我们的0800专线 或者是直接加入 坤真老师的两大免费平台 我们的Tilgram频道 还有我们的Lite 8 期待和你一起走在 相满钻石的星光大道上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 也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产业专家 摩尔投顾的中坤真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立即拨打我们的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摩尔证券投顾 中坤真分析师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台股的压力锅已经打开 压抑太久的好股票 一档一档轮流喷 马上加入昆震老师的LINE8 小老鼠V178 小老鼠WE178 或拨0800668085 昆震老师用心选 让你放心买安心抱开心转 与至一周大赚将近三成 要划要不到两周 价差高达了122块 好朋友标股易得好股难试 下一档隐藏版的黑马股 速拨0800668085 感谢观看